首次一体的车怎么开 首次一体的车其实就是由首次一体的变速箱 数据上还是自动变速箱的一种 是通过电控系统模拟出手动变速箱的操作 下面我们一起来了解首次一体的车 T挡是停车挡 R挡是倒车挡 N是空挡 D是自动模式的前进挡 M则是手动换挡模式 M加是升挡 M减是减挡 起步时将波棍推至手动位置 一挡起步 启动后可再加挡 如果是在以手动挡模式行进时 随时可以将波棍推到手动位置进行手动模式 自动转为当时所处的挡位 停车时先轻踩油门减速 再停稳车 拉紧手刹 按住锁指按钮 由D挡向前推为P挡 最后关闭发动机 拿出钥匙 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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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感谢观看